自己找位置走 中節 你過一撇,看著 理論上跟這條線是很接近的 還有,大家寫這個時候會覺得中節 為什麼老師寫不會歪的? 你會歪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寫下來的時候 這個位置 是要對齊的 我舉個例子 你寫一個零形 零形 如果你要對齊的話 你是這樣做的 對嗎? 相反,如果你的零形是這樣的 這樣就斜了 所以這一點和這一點應該是垂直 知道他講什麼嗎? 所以你這個勾一定要過來,否則是中樓陀俠這樣 就是彎 這個位置會胸,所以會重一點 我寫到 對 接著 都有多粗有多長 其實很多時候有規定 這個整個形式 變得四平八穩的原因 就是你看下去 我這裡浮開了整個字之後 我這個的趨勢 跟這個地方是一樣的 這樣看起來舒服了 就是這裡下來 這裡下來 是平衡的 平的 你說我有沒有量度 我沒有量度的 我沒有尺度去量度 紙幣寫得多 自然就知道了 這個是我經常都說 那個楷書你要勤力的原因 你見到形態擺得好 原因就是寫得多 鳥字的不信我是這樣寫的 我會先下來 由於鳥節那邊的屁股位很大 所以你要移過左邊 如果不是整個字 去到右邊 這個東西 不要平 向上提一點 令到這個東西高聰一點 打橫不要黏緊 死板 這個可以黏緊 空間就很舒服了 這個位置重一點上來 停頓 圓橫 停 在這個位置 勾的時候 不要向上太勾 如果你向上 那四點就會撞 向橫一點 這個空間就大了 等於 等於躺門 為什麼做躺門 就是不想有一個位置 阻礙後面的東西 門後面的東西 放開一點點 這裡開始 有原因的 大家看看這個位置 是一樣的 當然我說多一次 你做的時候 就不會這樣做 要不然 你整個下午寫得那三個字 只是說做得多 安排得好 自然就會知道 空間減要舒服 你看到這四點是平均的 連這個 所以換言之 這些圈圈如果放進去的話 理論上應該一樣 一個執政的字 或者一個端莊的字 一個佳毛 一個佳書 是這樣練出來的 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理好柳公權 顏真卿 什麼書畫家很出名 一幅畫六萬七萬 那些都是假的 真的東西就是一個字 看下去 舒服的 你要解構的 你可以拆解的 也能見得起考驗 不會差很遠 除了這個位置 因為它空了 平均 這個很重要 你自己可以試一試 隨便走 隨便的位置空了便不舒服 隨便一點歪了便不舒服 高飛進 這個可以趕快一點 開口、埋口等 這些 沒有所謂的 口字 只不過想它生動一點 這個位置 脆一點 明顯一點 你會看到 口字差不多 一凍凍下來 穿了兩個口字的中心點 不但還要這個斜度和這個理論上是一樣的 試想一下如果這個是斜的,這個是直的 或者這個太斜進去 就不要提醒了 非字的不順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我的寫法是這樣的 這個位置空多一點 讓它可以放進去 你自己回去看看 有些人放這個很壁的 就是這個太小了 我會寫這個先的 你永駕這樣寫是怎麼對的 你怎麼做老師 我相信也不對 這個是最後的 我會這樣保鑾的空間感舒服一點 容易一點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寫得好是最重要的 跟擺姜、煲水、飛水那些一樣 你的次序調轉煮得好吃就OK了 這個才是重要的 平頓 這個要出一點 這個歐 要比這個歐出一點 那就好看 鬆動一點 一開始寫的時候可以鬆動一點 儘量令自己擺的位置舒服 跟著才寫得緊一點 進至由於橫滑多 我們拿高一點 最長是這一筆 記住一下 最長是這一筆 下面棄名的名字 不會長得過這一筆 這個應該是這條線上面 換言之 這個是中間線 上面有三橫 下面 也都有三橫 一橫、兩橫、三橫 這樣就平均了 好 OK 固字 可以用一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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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橫 停下來 這兩角 它是一橫、一橫、一橫 我們把橫、一橫、一橫 我們把橫、一橫、一橫 我們把橫、一橫、一橫、一橫 所以變成這樣 可以這樣做 切橫、一橫 烏勻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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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筆不會比這個 整個形態來說 應該 應該是這個最大的 這個小一點 讀字的步驟 先寫這個 找了個位 是這一橫 再寫這個 一樣闊度 這邊會闊一點 挖一點 兩邊都是尖的 不要再尖了 不要斜進去 如果你斜進去的話 來到這裡的話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呢 你那個重字 這個會很迫 頂住 相反 如果你斜進去的話 空間大了 你這個就很容易擺 去字不說少 寫粗一點 如果不是整個字 就看得很弱 粗一點 回風 上 下 至 先寫入面 速度 快點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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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是木字的 所以現在有些女士的名字要寫個閒字 我通通去問一問 裡面是月字還是木字 雙漢 有一點要留意 逢親木字邊的部首或者手邊 那個撇一定沒有向外面向下 這邊相對來說都是向下的 換言之這兩個位置是一樣的 這樣我可以將木字貼近 然後才寫個 相反來說 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我是這樣做的話 就麻煩了 這個頂著我的木字要這樣寫 這個空間就會很大 因為讓它看得出來 看字 橫撇 盡量做到這條線 和下面的平衡力 令整個三個看起來很平均 這個空間大一點 可以放一撇的纖維 這樣 轉彎 重 停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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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筆不斷地看到斑紋正在轉彎 上 有命中 這個位置 很快 有力的 不要因為我小時候 你覺得要隨便 轉彎 我看得到 我專門喜歡看這些東西 可以沾过一挖都可以 可以再开一下 记住看一看这两个位置 应该是平的 如果我会缩薄 胭脂 短一点的话不要太长 你看我的稿都不长 但是这个要向外面撇 原因是当你将外面撇的时候 这个空间大很多 你有足够的位置放这块 如果你向内面撇 它会阻止这块的发挥 这个不要弯出去直落 向内面撇短一点 这个直落 再斜过去 形态应该是这样 这样 所有的鸟飞走了 異景类似千山鸟飞住 万庆人终灭 孤洲梭粒庸读着寒光雪 这个也是一样 中鸟高飞进 没有了 再走 孤魂读去下 以后 魂都不见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都不见了 这些事情 都不见了 你要看當時的情況 問李先生自己 有些事很難說 連私人寫東西都 敬致 平頓 兩個草蛙都是寫橫線 再寫洞 又是直落 轉彎 這個可以早一點轉 現在位置寫 很舒服 橋門在哪裏呢 這個文字 不要在這裏開始太肥 在這個位置 突出的這個位置 直落再轉彎 令到空間看上去 大家看看 這樣寫的 反文是比較好看的 如果不是的話 這樣 我在這裏開始 這個位置就會很肥 留意一下 停字 上下字 可以寫高一點 扁一點 重一點 這裏可以寫多一點 可以寫多一點 還好 很快 這裏可以寫多一點 否則可以寫多一點 要寫多一點 很細心 凡是写这些卡牌书 第一,不要急 第二,你大胆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当你自己写完之后 可以的话,虚心一点 看看稿,两个对比一下 是写完才对比一下 未写就拿来对比的,叫印 记住一下 因为这个尺寸和平时差不多 而且这张字比较透明一点 你没想过的话,把它盖上去就很妙 OK,那就可以试一下 那新动画可能程序上讲一讲 都是这样,就是先是示范 先是念经应该说,OK 跟着吹水,跟着就动了示范